期待一場朴素的對話 觸摸這個世界的無限可能 跨越時空的阻隔 記錄時代的腳步 在每一次靠近中 看見未來 我相信百聞不如一談 百聞不如一談 今天的人物是廖昌勇 他被稱為亞洲第一男中音 演唱過《茶花女卡門》 等很多經典的歌劇作品 是世界樂壇公認的實力派藝術家 他也致力於推廣中國藝術歌曲 希望讓更多的外國朋友 也能夠感受中國音樂的魅力 他自己從一個農村娃 走入美生藝術殿堂 三十多年來 從學生到校長 一直沒有離開過 上海音樂學院這一方舞台 並且帶著學生 附牌了很多經典作品 前段時間 由他擔任藝術總監的 新時代版《長征組歌》 開啟了全國巡演 而這版《長征組歌》的首次公演 就是在上海音樂學院 其實我也特喜歡那個《長征組歌》 是啊 我原來買過那個就是那個 《東方紅音樂舞蹈史詩的那個詞帶》 还有长征祖歌的磁带 每天放而听 所以《东方红史诗》里边那些歌 我也基本上都会唱 都会唱 所以你看 其实音乐作品就是这样 这是艺术的男人生活 暂时双脚走天下 前面那个 这是赤水河附近 就是康藏的地区 康藏的地区 速度赤水 他那前面 你看有那个川弓浩子 就是它不同的地方 它是不同的音乐 就是你一听这儿 你就知道到哪儿了 一听到江西了 一听到陕北了 一听到湖南了 一听到贵州了 就是它不同地方的音乐特色 全在的 所以我说 那个时候的我们音乐家 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 深入深口 深入彩虹 真是内行看门 你知道我虽然说我喜欢唱 我唱的时候完全没有感觉 原来每个地方 有每个地方的地方特色的音乐 是的 谢谢 谢谢 一听到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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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山的风已暖阁 搜谈地战战而易烟盘 雪爱爱夜茫茫高涌寒暗 昨天我看演出完了以后 台上老师学生你们都特别兴奋 然后最后演出完 你又和学生们聊什么了 其实还是主要是感受 同学们很受感动 就是老师们跟他们一起排练 一起演出 老师们很激动 就是感觉又像回到了学生时代 对于现在我们的孩子们 对那个时候其实 不是特别感受特别深 但是通过排练的过程 让他们了解到 我们今年的这些 现在这样的幸福生活 是内被年轻人用命拼出来的 作为总导演 你刚才说的一点 一个就是长征的记忆 可能离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日子有点久远了 真正的能够领会那个当时的那种艰辛 我觉得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讲可能难度有点大 非常 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的 空军长城那时候平均年龄30岁不到 对 这个萧霞大姐 那个我们萧华将军女儿 人家说他们这帮红小鬼 人家是过去那时走过去的 他们是跑过去的 奔跑的 就是说那么一群年轻人 怀着一个对革命的理想 革命的热情 毫不退缩 那么有韧静的 如果我们稍稍泄一口气 二万五千里坚持不下去的 对 这么在排练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 向那一代年轻人 向他们致敬 这个建筑比较老了 这个以前是我们院长办公楼 院长办公楼 院长办公楼 对 这边 这个是接待室 这里边以前是一个 我们教学的一个展示 就是一个叫小礼堂 小礼堂里边 我们基本上是属于 我们学校的名人堂 所以当时进去的时候 很特别就是有崇敬之感 都是我们国际获奖者 才有机会上下 获得个荣誉的 才有机会上下 这楼梯都能看出来 这有年代 对 这个完全是新的 包括窗户 完全是老的 天哪 这一看都是这个 对 很有历史印记的老窗户了 你看我还专门打印了 当时你的这个准考证 我还记得当时你那个 回忆过 进上阴的时候 光着脚进来 对 对吧 对 然后那个 因为下雨天嘛 然后要把那个鞋 装到包里保护 对 对 那一刻你有没有想过 比如说 今后 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他真没想过的 其实当时也就是挺淳朴的 就是想跳出龙门 你如果现在 你作为院长来讲 你觉得现在 如果还有一个廖长永 像你当年那种情况 进上阴 容不容易 就跟你一样的天赋 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努力 上阴 提出说 不落下任何一个 有才华的学生 就是我们非常坚持 公平 公正 公开 在考试过程当中 能够让每一个考生 能够让他们的天赋 得到公平的竞争 但是我觉得寒门学子 现在说考艺术院校 还是难度比较大 对吧 一个是考点 他那个省不一定有考点 然后可能要去很多的地方 这可能就涉及到 比如说路费 还有可能艺术类的考试 你不管怎么说 你得有老师的指点 对 对吧 可能就也会涉及到一些费用 我们今年当然也是做了一个创新 今年也是花卫危机 今年疫情来了之后 我们先做了一个网络的考试 我就在家里 对着摄像头 我就可以同时 我既考上海音乐学院 也考中央音乐学院 考中国音乐学院 或者考其他的音乐学院 我想这个其实给学生 提供了很多的便利 那么我们今年 也抓住这个时期 我们就做了云上音 我们的上海音乐学院的 线上教学和线上音乐会 那也就是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 线上的教学 你可以给你提供 上海音乐学院一流的 诗资 课程 培训 这样的 这作为三十多年前 可能这么无法想象 所以我记得好像就是你 九七年拿了那个大奖 第一名 那是什么奖 多明哥 国际哥去比赛 因为比赛第一名 好像多明哥和他的夫人 对 他也有一个评价 对吧 说听了你的演出 他们说 中国有最好的 声乐教育和音乐教育 对 这个话是当时你本人说的 还是说他们接受采访 在媒体上表达的 是当时我面说 当时是个采访 拿了奖以后来采访 来采访 他当时就指着我说 没想到 这个中国小伙子 你们长足够 你们中国 有实际上最好的声乐教授 有实际上最好的 音乐教育体系 所以当时心里边真的是 莫大的鼓舞 那时候是很 确确实实也是很自豪的 对 当时有没有比如说 把这些喜悦的消息 第一时间和别人分享 必须的 当时是和谁分享 当时跟老师分享 跟医院里打电话说 报告 得了第一名了 实现中国选手 在多明哥国际歌剧比赛里边 零的突破了 拿了第一名 多明哥大师 对于我们中国音乐教育的 这种肯定 那也跟周老师说了 说了 周老师当时听完以后 他很开心 非常开心 他也觉得 其实是对我们 上音的这种音乐教育 对 其实在这个之前 在多明哥比赛之前 我的第一个比赛是 是法国那次吗 是法国巴黎国际声乐比赛 我当时去是拿了一个 最好的法语语言奖 我当时比赛完了之后 人家就来跟我采访 用法文 我说对不起 我不会法文 他说你怎么可能 我们听你唱法文 为什么把奖颁给你 把这个语言奖颁给你 是我们从来没给 欧洲以外的选手颁过 颁给你是因为 你的法文太标准 而且带巴黎口音 这就是上音大家的基础 对 我就跟他 因为我的老师 是在巴黎学习过十几年的 就是周老师 周贤先生 他到现在 就是他在去世之前 他的法文流利至极 你唱黄河十八文 好吧 先唱黄河十八文 听听看 既然插手的 好像是应该死者的 为什么要你听呢 爱又白天下黄河十八文 你这个贴着 天 天 摆着气上去 全都好些了 全都好些了 每当我有了创造得到荣誉 他老师我总是想到了你 想到了你 你呈在我心里 那周小燕老师 当年对您发过火吗 也发过 但是极其少 非常少 那是对你音乐态度 我是有一次 我到胡州去演出 那么就临出发前 才就给先生说 对不起 先生我明天课上不了了 说你为什么不上课 我说胡州演出 那我为什么不知道 你去唱什么 当时就很严厉地 把我批评了 他说你出去演出 你知道吗 你要对很多人负责任的 你这么多年学习了 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 舞台没有大小的 观众没有高低的 你对所有的观众 在每一个舞台上 你都要百分之百地专注 百分之百地准备好了 去演出 这个才是一个 职业格参加 应该有的素养 所以我现在对我的学生 也是这样要求的 你一旦上台 就是哪怕是 你离观众的要求 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一定是你 目前最好的状态上去的 咱们这个歌剧院 不是去年才启用 对 对吧 原来这个地儿是 就你们上去那会儿 以前这儿 富小富中 就是音乐学院 富小富中 音乐学院富小富中 然后玩的时候食堂 还当过食堂 还有食堂 但是在一起 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纪录片 就是从摩扎到毛泽东 是这个美国一个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 教学家斯团 到这儿来 当时拍了纪录片 然后当时有什么 大提琴家王健 当时呢 有一句话 特别有名 就是说 每一个窗户后边 都是一个天才 就是在这个地方排出 就在这儿拍的 在这儿拍的 就说上海音乐学院 每一个窗户后边 都是一个天才 对 其实当年呢 就是你在两年 获了三国际大奖以后 其实当时好多西方的 这种著名的一些歌剧院 都向你发出了邀请 对 就当时对你来讲 人生也面临着一个选择 对吧 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留在国外 对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 你觉得当时那个选择 想起来的话 有没有 还是有一些 觉得有些遗憾的地方 有吗 其实真没遗憾 一点遗憾没有 一点遗憾都没有 现在不但没有遗憾 有很多人 跟着我的脚步回来了 周先生当时跟我说 他说 我们国内的观众 同样也需要有 高水平的演员 在国内的舞台上 你一边到国外去交流 一边把国际上的 这些好朋友 带回国内一起来 繁荣我们国际 国内的舞台多好 那在国际上演出的时候 我的很多同学说 小林 这当时太聪明了 你怎么会想到 留在国内 到国外来演出 而且国内现在 我们看到 其实也逐渐的 这个市场越来越 庞大起来了 是的 你看北京国家大剧院 长场爆满 长场爆满 对 西洋歌剧 我们上海大剧院 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上海歌剧院 建成了之后 我们这个上演率 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你再看广州大剧院 天津大剧院 哈尔滨大剧院 四川大剧院 陆陆续续 全国各地的剧院的 这种设施建立起来了 其实也说明什么 就是说明了 它的社会需求 是非常大的 现在国家对人才的 这个也是 给予了很多的政策 资金的政策也好 生活的政策也好 就是给予了很多政策 所以我想这个 也是吸引我们 优秀毕业生 学成归国 报销国家的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环境 大江东区 浪淘地 千古风流远路 那远远征旧 千里梦产旧 我的感觉 对于这些中国艺术歌曲 包括大家熟知的 像周小燕老师当年 唱的《长城腰》 是不是还是更多是 《华人华侨》喜欢 你们在国外展演的时候 就外国朋友 他们对于中国艺术歌曲 这个唱 喜欢的 也喜欢吗 喜欢的 我记得我97年 当年在挪威 宋亚王后比赛以后 第一名 要有一个全国巡回演出市场 我当时是两个星期 走了从奥斯陆 到波尔根 到其他地方 Torontem 就是走了十个地方 在这个十个地方巡演的时候 有很多观众 跟了我四五个城市 完了之后 当时我也很受感动 我说感谢你们 陪伴我这么多城市 我说你们 为什么要来 这是 我们以为 中国的音乐 就是Torontem里边的 好语多美 对 没想到你们 还有那么多好听的 中国歌曲 因为中国语言太美了 我以为他们是奔着威尔蒂 然后背着 是啊 是 当时我也是以为是这样 当时跟我听完之后 我其实心里面感触蛮深的 我就想有一天 国际比赛上 我们能够唱 我们自己中国的 这个中国歌剧的 在国际比赛上 唱中国歌曲 那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 你看我们 这个上一届 卡尔蒂夫的 这个我们这个获奖者 唱的《在水一方》 用中文唱 用中国中文唱 《在水一方》 《在水一方》 它歌词其实来源于 《在水一方》 它应该也算中国艺术 艺术歌曲有特定的界定 第一 它的歌词的文学性 要是非常高的 它的音乐性 也是非常高的 包括有一些 中国传统化的元素在里面 这样的歌曲 也很受了外国朋友欢迎 是的 你看今天《永乐传》里 我看到意大利同声和尚团 唱的这个杜甫的绝句 对 对吧 然后包括像美国的歌手 还唱《庄州梦迪》 庄州梦迪 对 他唱那个李白 《音乐传》 《海》 手 pathway 中 Professor 甚orp 当时 器 bounce 最后 看 潢 外国朋友其实也能理解的 也能够理解的 中国艺术歌曲可能他们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理解一些 但你们现在还把中国 就是这种原创歌剧 对吧 像汤贤祖也带到国际舞台上去 对对对 就是这个接受程度怎么样 也非常好 因为它有一些戏曲的元素 非常好的 我们有一个扮着昆曲的杜丽娘的装 往台上一站 你知道我们国外的观众 多数国外的观众很讲礼貌 不拿手机 不拍照片的 我们都往那一站 下面的观众全手机拿起来 啪啪地拍 就觉得太美了 很美 唱强也很美 然后我们的乐团里边有琵琶 有二胡 对 有竹笛 然后当我们这个民族乐器 一响的时候 观众全都这样 看乐池里 都去看乐池 这个声音特别 其实我就想 这个其实呢 我们说越是民族的 越是世界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您有时候 还是一个挺能够突破自我 或者说去挑战自己的人 对吧 像包括像当年游泳世界赛 我觉得那真的是让我们完全打破了一种 就是对学院派 对美声歌唱家的那个印象 我们一起勇动 和私人交融 让全人类分享蓝色的光荣 分享蓝色光荣 原来还可以这么唱啊 然后游完游 也不顾及自己的形象 两首一抹头发 再接着唱 关键还不太气喘吁吁的 对吧 你是不是有意识的 就想打破这种既定的印象 还是当时怎么想 就为什么要这么去挑战 没有 其实周先生有讲嘛 他说 我们中国人翻译呢 叫美声唱法 但是这个原文的意义 意思呢 叫美好的歌唱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歌唱好听了 就是返普归真 返普归 就是我们所有的技术训练 都是为了表达歌曲的内容 表达歌曲的情感 这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街头 廖昌永扮演的是中国著名作曲家 音乐教育家 新中国成立后 上海音乐学院首任院长 贺绿听 游击队歌曾传遍抗日战场 木桶短笛被称为第一首 走向世界的中国钢琴曲 春天里 嘉陵江上 这些国人熟悉的旋律 也都出自他之手 这部纪念他的歌曲电影 讲述了民族危难之时 贺绿听如何成长为 人民音乐家的故事 影片的所有角色 都由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出演 为了演好自己崇敬的前辈 开拍前 廖昌永每天跑步 一两个小时 瘦了近十斤 来接近当年的贺绿听 那你第一次触电 就是对你的来讲 你自己觉得挑战 比较大的地方 我觉得 其实对我来讲 我就觉得真情演出 本色出演 因为贺先生 应该说是 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上映的首任院长 我们这一代人 跟贺先生 都是非常有感情的 我进学的时候 贺先生还在 我和我太太 我们也一起去 唱嘉临江上 给贺先生听 去他家里 在他家里 也亲自指导过我 那个时候已经90多了 经常在学校里边走 经常要对我们发火 还发火 要发火 你们这个学校办得不好了 传统不对了 或者学术氛围 这个好像不浓了 他要发火了 他经常要来批评我们 所以这个我想 我们对贺先生的这种感情 是非常真挚的 通过这个电影的拍摄 能够把学校的一个好的 学术传统和学术精神 能够传承下去 特别是新校长来演绎老校长 我觉得这个更是一个 精神上的这样一个 一个沟通和对话 时空上的一个对话 这个太难得了 就回想起来三十年前 因为我觉得你这几十年的生活 和上海音乐学院 真的是不解之缘可以说 对对对吧 但是我就觉得 跟上海音乐学院还是有感情 老师们熟悉我 同事们熟悉我 领导们熟悉我 而且这个学术氛围 我觉得我很享受 当年贺锐厅先生 应该就在这个楼里 贺先生是在这个楼 就在这个办公室 这是原来贺锐厅先生 贺先生办公室 就在这儿办过工 对对对 所以我们当时 我做学生的时候 是杨丽清院长 就是这个房间是吧 对对对 当年贺锐厅校长 应该是在这里面办公过的 所以我们就是还是 想想当年在这儿 受过贺锐厅的指导 所以这个学校 还是有历史有传统的 感觉你把几十年的这个时间 包括最美好的青春岁月 都全留在这里 最美好的记事 我说进了这个门 就没进了飞扬路20号 就没出过飞扬路20号 对还有更美好的未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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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